节目中的年糕夫妇隔空都要秀恩爱 更别说线下合体出席活动了 毫无疑问是全堂的甜度 8月28日 戴比尔斯在上海举办了新店开业活动 朗朗吉娜夫妇爱爱现身 两位眼中只有彼此的专注 让华人羡慕不已 当没问题最终于拿款首饰时 朗朗毫不犹豫地秀出了自己的婚戒 而吉娜则表示自己喜欢经典款 我首先是婚戒啊 这个是婚戒 对 然后这个最近我连营会的时候都 都边谈边带 感觉还真挺舒服的 然后它晃来晃去还挺舒服 然后今天专门带了一个就是这个 永恒的这个戒指 永恒的这个意义的戒指 我觉得是那个horizon系列 这个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适合七夕 当然这个也是看着 就是大家喜欢什么 这还得自己去去挑选 因为这珠宝必须要 珠宝一定要还是要 自己感觉舒服才行 就是不是自己 就是双方感觉舒服才行 我觉得我个人喜欢经典的款 因为经典的也是永远就是 是很现代永远是很美 然后和什么风格的衣服都能配上 对 我就是要 音乐会能弹琴 能用 这个才是 我本来是比较实用 钢琴家与钢琴家的强强联合 只能说粉丝们都在期待 两位再次表演四手联谈 吉娜和朗朗都透露最近专心在做音乐 希望大家喜欢他们的新作品 我是最近很专心在音乐上 然后我刚出了三个单曲 一个EP叫旅行日记 就是纯古典钢琴单曲 对对我来讲是那个 我的巴赫哥德堡变奏曲 在9月4号全球出来了 所以我最近都是在忙这个 全世界这个古典钢琴里面最有挑战性的一首 字幕志愿者 唯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